你们的导师会员 今天这一课是鳄鱼的第一课 然后我来主要带大家来调解一下鳄鱼这个英雄 首先给大家进入这个课题第一点 鳄鱼的符文 其实鳄鱼的符文 我个人觉得因为 我之前还有看过什么不灭这位鳄鱼 我就感觉你们有点神奇突发奇想 我个人觉得就两套足够了 一套电型 呸呸呸呸呸呸 一套强弓一套征服者 刚刚说电型最好不要带 就可能你们之前看过大司马的直播 觉得鳄鱼这个英雄 线上就是换血打一套的这一种英雄 所以说可能会考虑去带电型 但是我跟大家说电型这个东西 不是很适合一个上单战士去带 就收益比较小 因为电型也就前面有点伤害 前几集厉害一点 你到后面电型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强弓的话还能去帮你打点后续伤害 征服者就更不用说了 征服者越到后期持续伤害越高 那电型就越到后面越废 越到后面就只是帮你多加了那么一丁顶的伤害 鳄鱼是不去那点伤害的 所以说电型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 然后我们一般就会去考虑带这个精密系的两个技术符文 一个是强弓 另一个是征服者 强弓和征服者什么分别什么时候带呢 我一般是最近都是带征服者比较多 因为我感觉我因为我之前也在玩鳄鱼 玩鳄鱼是我上单玩的比较多的英雄 征服者这个符文呢 是被衰之后我玩鳄鱼基本上就不带了 我一般就都是带强弓了 带强弓 而且强弓是线上拿优势最好的一个符文 这时候带强弓比较多 但如果说对面是一个什么石头人大树泰坦 或者是龙龟这种坦克英雄和你对位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坦克英雄回家会做出这种坦克英雄和你对位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带征服者 这个答案应该可以记好吧 而且一般我带强弓弓是 带点火也比较多一点 带点火的话是为了打传一条直接打传一条线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带点火的话 带征服者加传送也可以 就没有固定要求你一定去带 但是就是征服者和强弓你可以去根据自己喜好选择 但我一般比较喜欢带强弓 我最近都比较喜欢带强弓 因为我试了一下强弓真的很好用 然后主戏的话就是比较正常的凯旋欢心 然后坚毅不倒 坚毅不倒是我打上单比较喜欢带的 不管是什么英雄我上单都比较喜欢带这个坚毅不倒 然后副戏的话点这个爆破加海谷渡层 爆破加海谷渡层是比较常用的吧 我之前看神超比较喜欢带 复苏之锋加复苏就是中间下面的那两个 然后是中间中间下半的两个 但是怎么说呢 这只是兑现强一点 但我觉得鳄鱼不缺兑现那些回复能力 特别是刚加强了一波Q的回复 所以我觉得带爆破加海谷渡层会更好一点 就只是单纯打线爆破推塔 然后关于这个下面这个小符文属性的话 就带一个攻速 一个支持应攻击力加一个护甲就行了 如果和你对位的是一个AP英雄的话 就现在带一个小魔抗 如果不是AP英雄的话 就一个攻速加一个固定攻击力就可以了 攻速虽然让你在 因为鳄鱼很多技能都要接平A去打断前后摇的 所以说你有一个攻速的话会AW 比如说AW或者AQ或者AE的时候会很舒服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那一刀A不出来少很多伤害 然后符文差不多就到这 给大家讲一下出装 出装的话我们一般出门装会去考虑多蓝剑或者多蓝盾加一瓶红 但多蓝盾我是出的比较少了最近 因为多蓝盾我也是怎么说 就是看神超我才去 因为我之前看神超鳄鱼比较多吧 他鳄鱼也是算是国服比较有代表性的鳄鱼了 我之前看神超鳄鱼都是出多蓝盾的 所以我也跟他学的出多蓝盾 因为他的思路就是怂到三级 疯狂抗压怂到三级 然后三级之后再和对面换血打架打消耗 但是我觉得鳄鱼三级前就不是很弱的英雄 就其实除非是遇到什么锐文 落手剑击这种一级就很猛 一级上来就跟你对着砍的英雄 那你肯定打不过 因为鳄鱼一级雪球Q很垃圾 但你要是碰到那种什么石头人 然后或者是什么我想象武器大师这种 其实他们这种压不到你的 你一级 其实我感觉打锐文一级都没有那么 想象的那么难打 打剑击也是一样 就正常AQ换血就行了 那打怒手的话 你可能AQ他一级雪W 你要被他逼出经验区 但打别的都没有那么难打 所以我一般都会考虑在多蓝剑 而且这个版本的鳄鱼回复能力还加强了 所以说带多蓝剑 不比带多蓝盾回复弱多少 鳄鱼本身就是线上有Q 本身就有回复能力很强的英雄 因为他Q小兵就可以回血 不像你玩怒手 必须要Q英雄才能回血 鳄鱼Q小兵就可以回血 然后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多蓝剑 加一瓶红 就90%的对局的吧 我出门装都会去多蓝剑 加一瓶红 除非是对面是个什么杰斯 那得带个多蓝盾 就杰斯这种 因为他要无伤点你很多下 那你没办法 你就要靠多蓝盾这个回血 然后还有什么吸血鬼这种也是一样 然后前期去装的话 我们会考虑做一个提亚马特 巨区短比或者是进食 这三件里面选 看回家的钱吧 因为这三件装备的钱都不一样 其他马特要1325 然后进食的话是1250 巨区短比只要1100 就我打一些 我觉得我可以直接上线 单杀一次之后 再上线 直接摁死的英雄 回家就可以去考虑做到一个巨区短比 就不管是多少钱 我都会考虑做巨区短比 然后何幽梦 就打一个刺客流派的鳄鱼 或者说根据阵容来选择 打一个刺客出装的鳄鱼 刺客出装的鳄鱼 就是下面我会讲 但我第一波回家 一般都是1100 巨区短比 然后再上线就可以秒人了 就大家不要小看巨区短比这件装备 鳄鱼出了这个 爆发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 然后要么就是回家做进食 1250 但我回家直接做进食比较少 我回家一般就是提亚马特 或者巨区短比 提亚马特的话是想对线的压制 而且是打坦克英雄的话 做提亚马特比较多 就或者是怎么说呢 第一次回家没有太大优势的话 我也会做提亚马特 然后因为提亚马特 这个是鳄鱼必须出的一件装备 提亚马特是必出的 提亚马特加黑切 是鳄鱼不出不行的装备 就不出这两件装备 你就等于憨批 懂吧 玩鳄鱼不出这两件装备 就等于憨批 之前还看见有什么鳄鱼出三项 我当时就笑了 然后那个人还和我争论半天 我觉得那不是憨批是什么呀 我当时就直接拉黑了 我也不想和他再去BB什么 因为我感觉出三项 他都给我搞个鳄鱼出三项 我感觉三项的弱智 因为我感觉真的 单纯讲收益的话 三项和黑切 鳄鱼一定是选择黑切 不可能做三项 提亚马特 然后黑切 然后如果说半肉出装的话 我们中期出装就是提亚马特 黑切青龙刀 加一个鞋子 这是我们半肉出装 然后如果说半肉神装的话 到后面可以把提亚马特 合成巨九 然后黑切 青龙刀 鞋子 复活甲 这五件是必做的 然后最后一件可以考虑做 血手 蓝盾或者是硬头盔 或者是 那个叫什么 加双抗可以变大的那个东西 嗯 我一时间想不起来的那个装备名字 脑子坏掉了 那个那个那个装备叫什么来着 我忘掉了 就是加双抗 好像是加一百双抗吧 然后可以变大 不变大一下 然后 那个装备主动 主动 主动效果的 我也忘了那个装备 叫实在想不起来了 一个坦克装备 因为我出坦克装备特别少 你们知道吧 我平时 而且我玩坦克上来也少 玩坦克英雄就少 真的想不起来那个装备 你们可以去想一下 那个装备 你们出了不用开 这个我也是偷到的 偷学到的 就那个装备 你们玩鳄鱼出了不用开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双抗 因为鳄鱼这英雄 开大之后 血量是足够的 我们要的就是那装备的双抗 不需要去开那个主动效果 除非是你要硬顶的话 打团一定需要你顶 你可以开 要不然的话 那装备是减伤害的 减75%输出吧 我记得好像是 就不用开 这是半肉的神装 半肉神装 而且生命值已经足够高了 你想一下 黑切的生命值 就半肉的出装 基本上每个装备里面 都有生命值 你看巨九生命值加的比较多 黑切加生命值 青龙刀加生命值 血手加生命值 都加生命值 然后开大再加点血 鳄鱼加上当于有4000血 再出个那个加双抗的装备 5减就很强 然后而且伤害有很高 出这一套装备 好 再给大家推荐另一套 出装 就一套刺客出装 刺客出装的话 幽梦是我们必出的 幽梦要跑图用 而且幽梦一套打脆皮 实际上特别痛 刺客中期出装的话 我们就是提亚马特 提亚马特是必须带着的 提亚马特 然后幽梦 黑切 加一个鞋子 因为我之前就讲过 提亚马特黑切是必出的 变的只是幽梦和青龙刀 这两个你可以去做取舍 要么去出半肉的话 就青龙刀 要么去出 当刺客打 做一个纯属出的话 就幽梦 提亚马特幽梦 黑切鞋子 这是刺客出装 然后刺客神装的话 就把这个提亚马特 合成贪鱼九头蛇 然后更一步加强 我们的一个伤害 攻击力加得更高 然后下面一件 还是幽梦黑切 然后这 后面这一件 可以考虑做死亡之五 把CD叠满 而且死亡之五 对于鳄鱼来讲 也是收益比较高的 因为回复能力会更强 然后再做一个鞋子 加春哥就可以了 这是刺客神装 关于出装是 根据敌方阵容来考虑的 而且还要根据你对线 打的不同英雄 来去考虑出不同装备 但是我最近 玩鱼鱼打的有点膨胀 我最近 只要对面不是这种坦克的 什么石头人 大树 泰坦这种英雄的话 我回家就直接掏出一把幽梦了 就不讲道理 我回家 因为我玩鱼鱼线上 六级之前必单杀 除非是被打野无脑蹲 要不然我六级之前必单杀 六级之前单杀之后 就其实我被打野蹲 我六级之前也能单杀 六级之前单杀一波 回家直接摸一个 1100的锯齿短臂 上线 无脑压人了就 真的 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出装 我不是骗你们 1100回家直接锯齿短臂 很强很强 然后再给大家继续讲 这个 今天的 第三课题 恶语的这个优劣式分析 哦 等一下 那你 这个做土的好像 有点问题 稍等一下 等我 半分钟 我看一下 我的图好像丢了 有点奇怪哦 123 还真丢了个图 难顶了 兄弟 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因为 这一个2 一个4 我中间其实还有个3 但是这图的好像没给我做进去那个3 有点难受 第三点是 英雄定位 但是他好像把我的3给忘记了 第三点是英雄定位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 一个是中期 一个是对线期 然后一个是中期 一个是后期 你们稍微记一下 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第一课 只是为了帮助你了解这个英雄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或者说没接触过的话 刚想学 我只是帮你了解一下这个英雄 或者说 接触过的 我只是帮你更加深入了解这个英雄 让你更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 然后怎么样出装会更好一点 第三点 这个英雄定位 对线期的定位就是一个依赖怒气技能 然后接普攻去换血的一个战士型上单 然后斩杀线特别高 一般鳄鱼的斩杀线就是半血 就是半血 真的不讲道理 半血一套就没了 然后在一个中期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就是一个 AOE技能多 且推线速度极快 不容易被抓 可以优秀的承担一个淡带的角色 这是中期的作用 就中期的定位 然后后期的定位是 根据上面两种不同的出装 我们在团队中 后期其实打法定位也都不一样 这个要自己去注意一下 就是后期在团队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后期定位 但是你们只要自己注意 就是根据自己上面 这个不同的出装 你们在团队中 自己定位也不一样 别乱打就行了 就比如说你出了一身刺客装备 顶在前面 那就很蠢 出了刺客装备 肯定要找机会切后排的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到这第四点 第四个题 鳄鱼的这个优劣势分析 首先优势 优势的时候 我们鳄鱼的优势 一个对线优势 就是对线换血续航能力特别强 我再没有找到 比鳄鱼对线换血 再包括续航能力 更强的英雄的在上路 就战时型英雄里面 真的没有 然后再一个第二点 单杀能力强 首先因为鳄鱼 他不耗蓝 你们知道吧 他不耗蓝 而且他A兵就可以跌动器 跌动器之后 他那个Q在小兵堆里面 还加强了 是最恐怖的 原来就 我觉得他原来这个换血 就很恶心了 结果 9.8的时候 还加强了一波 他这个Q的回血 更恐怖了 对线换血能力 续航能力特别强 而且再一个第二点 单杀能力特别强 然后第三点 鬼血续很厉害 然后第四点 一位二 一位三 反杀能力很强 这几个 大家都可以在我后面的 给大家找的一些素材里面 可以去看得到 这鳄鱼很明显的优势 然后 其实这英雄 劣势也很明显 他不像瑞文 瑞文其实优缺点 就是根据你操作来判断的 瑞文如果说你操作垃圾的话 劣势也很明显 就是你操作菜 就 可能玩的比较弱 但是瑞文的优势也比较明显 就是你玩的好的话 上手能力 上手已经数量度很高的话 那你这英雄就很强 但鳄鱼就是 不是很吃操作 他是比较吃你兑现细节的 一个英雄 而且鳄鱼这英雄对线比较bug 他 这英雄打现在 说实话 我觉得太强了 就是对线 近战英雄里面 他基本上是无敌的 劣势的话 给大家说 他劣势也其实也挺明显的 就是技能真空气较长 没有技能的时候 其实是很弱的 没有技能的时候 只能挨打 他靠普攻 打不过任何人 没有技能的时候 就只能去挨揍 所以说 技能真空气的时候 我们要猥琐 技能真空气比较长 这是他的劣势 第一个劣势 再个第二个劣势 鳄鱼在一枚的时候 特别容易被封折 这也是一个短板 因为你想 因为他只有E的位移 鳄鱼这英雄只有E的位移 不像瑞文 他位移很多 而且瑞文的位移技能CD都比较短 鳄鱼只有E的位移 而且鳄鱼E技能CD比较长 所以他一枚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封折 这是他第二个缺点 再一个第三个缺点 就是没有怒气的时候 打不出来爆发 他这个很吃怒气的英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注意一点 这个劣势 不要让自己劣势暴露之后 还要和对面硬杠 那就是很蠢的一个行为了 再一个第五点 鳄鱼的主要相态来源 穿插在平A间的 穿插在技能间的平A 以及红路技能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就是平A接红路技能 就AQ AW AE 这种都属于 都算在这个范围区间内 因为鳄鱼的被动怒气 加强技能的机制 所以说这个英雄要 想办法叠怒气之后 技能打出的伤害 才足够可观 要不然的话 我们光用普通的 没有怒气的技能 去打伤害 是没有那么高的爆发的 而且他主要的伤害来源 就在于他兑现的一个 红路W 就打伤害的最多的一个技能 就是红路W 这个很重要 就你无论怎么样 想去换血一定要把红路W打出来 不要把红路那个怒气技能 打在别的技能上 不要打在二段E或者Q上 因为他的一段E 是不好怒气的 就只有二段E和Q好怒气 但尽量 除非是你想 就你真正想要去换一波血的话 一定要去把红路W打在别人身上 要不然是换不到 就换血不是很赚的 再一个第六点 一个 王老鳄鱼的要点 这个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首先尽可能的在QWE 技能中间抬手的时候 穿插平A 让自己的伤害最大化 这个就像我之前说的AQ AW AE 鳄鱼都可以去用 AQ是可以取消 Q的前摇 然后AW是可以取消W的那一下 就是 就可以算是 这个叫什么 就像诺手的AW一样 其实或者说是剑气的AE一样 鳄鱼的AW和这个一样 重置普攻的一个效果 然后AE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AE 我个人觉得AE也可以稍微取消一点E的前摇 但是就我感觉会流畅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放的时候会怎么样 但我个人觉得AE如果打得快的话会流畅一些 尽可能在QWE技能抬手的时候 穿插平A 让自己伤害最大化 这很重要 然后第二点 学会叠怒气和控怒气 就怒气别随便放掉 特别是在你自己一个人带线的时候 不要把技能和怒气随便放掉 要不然这时候没有技能的时候会很尴尬 谁都打不过 然后再一个第三点 熟练掌握各个技能间 取消前摇后摇的一个方式 这个在后面的课里面会给大家讲到 就关于提亚瓦特和一个放技能中间的一个取消前后摇的方式 然后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七点 一个英雄克制 其实讲到这我有点 我说实话有点不太想 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英雄克制的时候 我在想什么英雄克恶鱼 而且我自己也在找这个OPGG 我想这就能克到恶语的英雄 也就只有那些恶心人的英雄 比如说远程的什么 维恩 奎音 还有妮可 这三个是比较恶心人的 就专门选出来打你近战的 其实这种都已经不算了 因为我感觉恶语打远程 打什么提莫 乌鸦 还有 呃 那个叫什么来着 因为我感觉提莫是那种比较克普攻英雄的 恶语是靠技能打伤害的 所以说题目不是很可恶语 然后就是让什么乌鸦远程的乌鸦 杰斯 杰斯是有点烦的 杰斯要稍微难打 但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打 杰斯要比维恩和奎音好打 还有就是 呃 什么吸血鬼这种 吸血鬼也是好打的 就打远程没有特别难打的 呃 维恩 奎音是比较 选出来专门恶心 那没办法 那打近战的话 也就一个兰博和奥恩 但我遇 我可能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会玩的蓝博吧 可能是这样 就我遇到的蓝博基本上都被我穿了 可能会玩的蓝博也都是在那种特别高分的 而且我感觉玩蓝博的人也比较少 就我可能没有遇到特别会玩的蓝博 所以说我可能但是我听一些老蓝博说蓝博是比较counter蓝博的 而且听神钞说是当时也是选蓝博出来都是counter蓝博的 但我不知道是可能真的是我没有遇到特别会玩的蓝博吧 所以说可能我觉得蓝博打蓝博不算特别难打 然后再一个就是双尔文 其实打蓝博有点难打 这个我自己打过我知道 打蓝博稍微有点难打 但是正常打还是打得过的 就稍微有一点点难打 是因为奥恩他那个有一个什么技能啊 吐火的那个技能 你家特别痛 你只要不要被他吐完火之后A一下就好了 只要别被他吐完火之后捶一下 而且奥恩打蓝博不好换血 因为他不在泉水就可以自己买装备 就可以自己打到装备 所以打蓝博不是特别好换血 再就没什么别的了 鳄鱼这个英雄是真的究极限吧 真的很强 大家可以去练一手 行今天这一课就 第一节课就先到这 第一个比较简短 第一节课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恶意这个英雄 大概玩法什么的 那这个就先这样 大家拜拜 再来个比较简短 我说这一课就会去尽量 一课就这样 我说这一课就会去尽量 我说这一课就会去尽量 一课就会去尽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